一个人吃饭的孤单 相信对于很多长辈来说 都有共同的经验 也因此在新北市长朱立伦 发起长辈共餐活动之后 有很多邻里社区 纷纷办起了活动 另外还有企业也投入这项公益活动 来关心长辈们 都会社区双新家庭多 独留长辈一个人在家的情况 对于打拼事业的年轻人来说 真的很无奈 而阿婆妈妈也最清楚了解 孤单吃饭的滋味 为了让这一群上了年纪的长辈 能够有人陪着用餐 永和区中心社区发展协会 每个月固定举办共餐 要让这一群长辈 吃饭会员更欢迎 而且还有连锁药局 借此机会投入社区活动 关怀阿公阿妈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深入到社区 来关怀里民 来跟里民共同的 来建造一个健康的平台 然后来提高我们里民的生活品质 因为我们要做到的是 您家庭的健康管理师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获得里民的支持跟肯定 他不但是老人共餐 还结合了我们那个药局 来测饭前血糖还有血压 然后要讲一些医疗尝试 让这些长辈们来知道 如何平常如何保养身体 现在自己的身体不是要交给医生 要交给自己 要自己要如何保养 让身体才会健康 还有要走出来 多认识一些朋友 然后互相关心 然后在身体 那个心情会更愉快 蔬菜鱼肉加水果样样都有 阿公阿嬷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吃饭 营养均衡的健康保健 自然有发展协会帮他们考虑好 加上还有连锁药局的贴心设想 关怀长辈 也难怪每次办共餐 总是有好多人来参加 以实际的行动 谢谢他们所举办的引法共餐活动 中江新北新闻 永和采访报导